各位我们市民朋友大家早安 小爱爸爸今天又来跟我们的通勤族来问候 也有很多朋友给小爱爸爸鼓励 我们很感谢有这样子的机会 基隆市长谢国良一早七点多又到火车站 向通勤族问候并发放政策笔记本 针对明代及外界质疑 市长谢国良正面回应 我想我是基隆市的市长 我们在没有谈及任何选举的情况下 来跟市民宣导我们的市政政策 我想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 我想不管是任何团体或者任何政党 都不能也没办法剥夺 我跟市民互动接触 亲近这样子的一个权利 跟一个这样子的环境 那我们一定会继续的尽我们的力量 来宣导我们的政策 而且大家也可以在直播上看到有很多市民看到国良 其实是很高兴的 也会趁机反应更多让市政改善 而针对有民众向台铁检举 希望台铁能够保持行政中立 台铁金融站也提出说明 早安的行为这部分我们也在那边做一个普通说明 在以往市长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一个 像一个问候的一个行为 那之前的话我们当然都是会尊重市长 那车上方面也都没有派员来做陪同 或者说是做一个了解 那后续当然如果说因为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 或是涉及到有一些所谓的公投阶段 这一个进程的部分 那我们会在试情况来做一个综合的看转 亲自近距离的跟我们基隆市的选民来请安问好 那同时来进行政策宣导的工作 那都没有涉及到所谓的罢免或者是反罢免 那同时我们的地点也是在台铁的站体之外 也没有影响到旅客的通行的进出 记者黄少民基本报道 那还能够